宋茜 这位来自中国的漂亮女孩 经过多年的努力 成为了韩国FX组合队长 没有人敢低估她目前的人气 而自从韩庚当年火爆韩国之后 宋茜则成为了继韩庚之后 又一位在韩国燃起的中国之火 宋茜为何如此火 翻开她的成长轨迹 一句话 三个男人两大特色 一种执着 成就了如今的宋茜 关于宋茜 应该说她是一位 非常有韩国人的女艺人 当年被韩国公司选中 据说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她长得非常像 韩国的一位女艺人李纳英 而在随后以训练生身份 在韩国打拼的宋茜 还出现在了很多 韩国男艺人的MV中 如此受宠可见一斑 这份和韩国诸多男艺人的合作缘分 让初来乍到的宋茜 具备了更上一层楼的优秀潜质 而在这些合作的男艺人中 潤应该算得上是一位 在宋茜成长路上非常重要的男人 要知道2008年的潤 是多么的如日中天 当时还是绝对新人的宋茜 能够得到潤的提携拍摄广告MV 可谓是宋茜成长路上 最重要的一次亮相 同为在韩国打拼的中国人 同样都是因为舞蹈出众 而被选入韩国组合 韩庚和宋茜的缘分无需多说 然而随着韩庚在韩国的解约 两个人从此很少交集 令人觉得唏嘘的是 当韩庚退出韩国舞台之时 恰恰是宋茜正式出道韩国之时 更让人惊喜的是 以FF组合出道的宋茜 更是成为了队长 很多人猜测 这或许就是为了填补 韩庚离开后中国元素的空白 当然这个中国队长很争气 用他的努力 迅速占据了韩国舞台 当时韩庚的队长 好像是真的更有压力 因为韩女不会一点都不会 然后还要跳舞 因为我一直都不知道 所以刚来让她去街舞 然后还去唱歌 然后请她去唐语 可以说 任在宋茜的成长路上 是她的老师 让我们发现了宋茜 独一无二的气质 韩庚在宋茜的成长路上 是她的朋友 那份错过时差 却仿佛共同经历的心路 历历在目 而接下来要出现的这位男人 是她曾经的老公 也是宋茜成长路上 最让人记忆犹新的一段旅程 2010年 男子组合2PM中的中泰混血儿 尼昆 与女子组合FX的中国成员 维托利亚 也就是宋茜 录制真人秀节目 我们结婚了 组成假想的首次世界夫妇 节目播出 引起粉丝强烈兴趣 维尼夫妇这个名称 也迅速火爆 而在当时2PM中的尼昆 作为前辈 人气绝对高于宋茜 有这样一位人气老公 绝对是宋茜事业旅途中 最好的贵人 回过头再来看看 这两位艺人 初次见面时的场景 依然温馨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看看维尼夫妇这段经典的舞蹈 此刻已经和尼昆 处于同样人气的宋茜 更多了几分女王般的韵味 和很多韩国当红的男艺人合作 练就了宋茜独有的女主角气质 当然宋茜身上独有的两大特色 才是她占据韩国舞台的关键因素 第一个特色 超强的舞蹈功底 今天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